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没赚到 这一波端午廉价部分旅行社反而少了三四成业绩 以一家五名员工的小旅行社为例 过去国旅团占总收入50% 全台约有4000多家旅行社 做国旅团的约1000家 专做国外团的约3000家 现在全转做国旅 小旅行社去年可赚80到100万 高峰期还出动20辆游览车载客 今年业绩不到20万都是散客为主 最近是在思考 跟一些比如说宋郭或是瑜伽 或是香料的老师在坎盒做案 就是说我们想要去做一些 这种形成的结合 顾问是行销 旅游资讯透明 旅行社转型拼异业结盟 或当起旅游专案规划师找出路 端午大饼没咬到 全力抢供暑假国旅商机 3000王朝伟 联安保台北报导 三五六六四三